好,真的,就是名字很重要 然後之前的名字真的是覺得鳥鳥的 然後今天有跟兩三個人討論一下名字 然後可是我覺得之後改我覺得也蠻鳥的 就是把論改成贊 然後下面這個標語就是某些朋友說一定要加的就不服來贊 可是我覺得這樣超百個獎啦 雖然就是雖然說這個平台它本身的一個用意的確是說 就是你如果想要比讚的確就來著別人沒有錯 好,那先這樣 然後就是小編也很重要 因為畢竟是一個論壇 那如果說沒有好的小編或者是說沒有就是去控管那個留言的話 它這個網站就是可能很容易可能一去段時間就會GG了 這是有前輩就是很重要的提醒 對 然後就是與其他工作結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今天譬如說有聊到就是可以用跟Facebook的那個粉絲專業的那個留言同步可以做結合 那其實就可以把那個網站它本身的資料或者是留言說可以衝多一點 然後又或者是說就是可以跟Facebook結合 那因為 其實它可以也許可以說 在提問的這些問題裡面 就可以去找到某一些爭點它其實可能是已經有高度共識 然後那其實可以針對那些還不是去共識的爭議點 再來就是進一步做討論 然後呢就是一用討論的重點是說 為什麼要由民間來做這個網站 來做這個討論功能政策的網站呢 那稍微列一些區差別 所以官方來講的話幾乎都是這個議題就是官方來決定 而且它所討論的都是特定的這個議題 然後立場可能是很容易被質疑 比如說如果今天現在丟出一個平台說要討論前瞻 你不會就是這裡面一定會就是被綻放回去 然後當然它就有一個最後的一個決策力 但是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是說 討論的角色就是說你政府要一直回應民眾的意見 所以它其實裡面只有兩個角色 一個就是政府一個就是民眾 就是提問跟需要回答的人 可是如果說我們到時候做民間的一個平台的話 其實它的好處就是說 裡面就是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角色 政府它其實只是其中一個角色 它也沒有說一定要回應你這個問題的一步 對那其實也許有20個真意點 那其實裡面這其中也許可能15個真意點 其實光是民間自己站一站就可以成為高度的公司 它也不需要就是政府一一來回應這20個真意點來討論 對那這個是所以用 所以這是算是說希望可以真的有民間來做一個平台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好然後提到說就是建議的階段跟需要的人 那就是圖案沒畫完 其實就是說現在就是我自己在做的 跟一些夥伴其實就是在界面設計 那當然到時候就是需要網站施工的部分 那這塊就是說 雖然是已經有找到一些朋友就是一起來做 可是它並不是說因為對我這個專案有興趣 而是因為其他一些理由 所以說當然還是希望說有本身就對這個專案有興趣的人 就是工程師可以一起來執行 這是最好的拜託 那當然到時候就是網站做起來以後其實需要小編 對然後再來就是前期可能需要去想一些方式來推廣充能器 以及在前期的時候可能要針對一兩個議題 手動的把資料給就是輸進去 然後讓大家有這個素材可以來討論 好以上是這個就是平台的今天的一些新的想法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題外話就是說 早上有提到就是意外 其實意外就是最近幾個月就是一直都愛百分之八九十幾天 都是在家裡面帶女兒 那可是就在想說 因為買爸其實本來就是比較視為的一群 因為你去那種媽寶版看啊 都已經叫媽寶版了 對 對 這怎麼有爸爸接入這個機會呢 而且你也不可能去跟一位媽媽說 ícul你 我跟你一起帶小孩好不好 不可能 對 雖然就是有出去上課 可是就是爸爸就是比較視為 所以說搞不好做個奶爸協一往會掉會搞頭 É 好了